有些人承諾 用公司的名字給他 譬如說有什麼七個人 210萬的 那就是用這一個 公司的員工給 那有一些我們看到 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用公司的名字 那個也要給 反正你要怎麼打都沒關係 你就 你的房間出錢的 用他的名字也可以 用公司的名字也可以 可是到頭來 一個人來敲 你如果答應五百萬八百萬 你要去哪裡打 那這些當然就有 政治獻金的問題 第二個是 柯文哲為什麼要記這麼詩 因為柯文哲在驚人吃飯 驚人說這些事情 他根本就不知道 對方是誰 你要收錢 你怎麼會不知道對方誰 你也知道以後 要怎麼樣回禮 會謝謝吧 不是 根本就不知道 要一桌桌的15個人 名片玩玩 這是什麼董的 理事長 錢理事長 怎麼說 不然我們大家都聽你 南白河 或是都聽你 大家說好 一個來五百萬 兩人公司的八百 這樣說一說就說了 好 因為一般這個吃飯 大部分都五道菜餃 一個水果而已 柯文做在過時間 半夜巾就吃了 整個人說 不然再來說一件事 沒有柯文做要走 這重點來了 那些錢怎麼收 怎麼收 之前不是有說叫橘子巨頭 有一些要收據 有一些要報漲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政治現金 有一些 有申報的那種 對 有一些說不用 我錢給你不要吵 有些是連去吃飯都不要 反正你就 理事長說的 一兩五百萬五百萬 我出就好 你不要吃飯 我也沒想要去 我就錢出出的 我把整個人公司高高 這樣就好 你也不要給我紀錄 都賣 柯文就給人家紀錄 所以這些老闆直接報導 人家說說 一般是我出錢 騎乎的 我才知道我出錢出了什麼人 人家要討人家 怎麼有在收錢的人在記 所以這個事情 讓柯文哲自己陷入了這個危機 那問題來了 這些被叫去的大老闆們 你們當時答應的時候 是你的名字答應的 還是你們公司答應 如果是用你們公司的名譽答應的 你也有事 你如果說我就是聽他 我個人聽他 我就是個人聽他 我個人拿三百萬說不要再吵 三百萬客氣不能再吵 那如果送公司拿出錢來 公司拿出來錢這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一間公司 就是我們嚇一百萬而已 如果對好選贏 對候選人也只能三十萬 對候選人 對候選人是 對候選人跟對政黨 所以他可能有很多子公司 孫公司集資 湊出這個錢 如果是這樣湊出來的 這件事情就是你用人頭 違反政治現金法 但是我判斷 大部分都直接給錢 直接給錢 柯文哲記起來之後 現在關鍵來誰去拿錢 剛剛除了會以外 那會不會拿錢的人就是舉止 為什麼民眾黨敢呢 為什麼柯文哲會去這樣吃飯 然後人家就給你上議員 大草也割 小草也割 這些如果我們中 這個媒體的報導 說十幾個人要求贏 這樣我算平均一個差不多五百萬到八百萬 五百萬到八百萬 那一間公司就最多捐一百萬 一百萬 那如果五間公司最多也是捐五百萬 所以有些人承諾用公司的名字給他 譬如說有什麼七個人兩百一十萬的 那就是用這一個公司的員工給 那有一些我們看到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用公司的名字 那個也要給 反正你要怎麼打都沒關係 你就黃工出錢的 用他們的名字也可以 用公司的名字也可以 可是到頭來 一個人來敲 你如果答應五百萬八百萬 你要去哪裡打 那這些當然就有政治獻金的問題 第二個是柯文哲為什麼要記這麼小 因為柯文哲在怕吃飯 怕說這些事情 他根本就不知道對方是誰 你要收錢 你怎麼會不知道對方誰 你也知道以後要怎麼樣回禮 會謝謝吧 不是 基本上不知道 要一桌桌就十五個人 名片換換 這個什麼董的 這個理事長 錢理事長 怎麼說 不然我們大家都停在 南白河或是怎樣 都停在 都停在 大家說好了 一個來五百萬 兩人公司的八百 這樣說一說就說了 好 因為一般這個吃飯 大概都五道菜餃一個水果而已 柯文哲在過時間 半年輕就吃了 整個月可能說 不然再說一次 但是沒有柯文哲要走 好 這要重點來了 那些錢怎麼收 怎麼收 之前不是有說叫橘子去收 有一些要收據 有一些要報帳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政治現金 有一些 有申報的那種 對有一些說不必 我錢給你不要炒 有些是連去吃飯都不要 反正你就 理事長說的 一兩五百萬五百萬 我出就好 你不要吃飯 我也沒想要去 我就錢出出的 我給幾間公司高高 這樣就好 你也不要給我紀錄 都不要 柯文哲給人家紀錄 所以這些老闆直接報答 人家說說 一般是我出錢 騎乎的人 我知道我出錢 出給什麼人 人敢要討人情 哪有在收錢的人 在記 所以這個事情 讓柯文哲自己 陷入了這個危機 那問題來了 這些被叫去的大老闆們 你們當時答應的時候 是你的名字答應的 還是你們公司答應 如果是用你們公司的 名義答應的 你也有事 你如果說我就是 我個人聽他 我就是個人聽他 我個人拿三百萬 說不要再吵 三百萬 客氣不能再吵 那如果送公司 拿出錢來 公司拿出錢 這就沒問題 因為我們一間公司 就是我們嚇一百萬而已 如果對好選人 對候選人也只能三十萬 對候選人 對候選人是 對候選人跟對政黨 所以他可能有很多子公司 孫公司集資 湊出這個錢 如果是這樣湊出來的 這件事情就是你用人頭 違反政治現金 但是我判斷 大部分都直接給錢 直接給錢 柯文哲記起來之後 現在關鍵來 誰去拿錢 剛剛除了會以外 那會不會拿錢的人 就是舉止 搞不好這種倉位的時候 舉止都在現場 人家現在吃價吃到柯文哲 飯白白之後 吃到水果 水果吃到這裡 我們說的 人家就是這橘子 橘子會去找人 橘子 要不然大家加一個奶 來橘子 橘子付錢 用時間去收錢 所以橘子可能 他經常去經手這些事情 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 這些事情 搞不好橘子都知道 柯文哲什麼時候跟誰吃飯 然後當時有誰 當時答應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一些限手 都在橘子的身上 好 所以這有點像是 會頭的概念 也回啊 要去收錢的感覺 那請教建議哥 那我就想說 你看啊 剛剛東豪哥講出一個點 這些錢 那麼大筆的錢 都集中在2022年到2023年 甚至在選總統之前 柯文哲說 帳簿除了李文中 沒有人看過 Grace也說 他被當成精華城斷點 這個時間從什麼時候呢 2022開始到2024年 也是扣著基金會 智庫跟募可設斷點 那你看這兩邊 是不是也蠻聰明的 柯文哲跟沈慶晶這邊 他雙方都設了一個斷點 各自找人頭來設斷點嗎 其實以照柯文哲 他成立眾望基金會 或是所有的募可公司等等 他就是在設斷點 但在講他斷點之前 我先回應一下 那個剛剛川哥所講的 其實210萬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 210萬主要是柯文哲 對於民眾黨的政黨 他要有一個責任額 150萬再加60萬是210萬 所以請了7個人 每個人30萬 所以在依照個人的選舉的部分 我們上一趴討論到個人選舉 我比較傾向的就是 要查要查那個9999 或者是10萬的部分 這個重點比較多 那至於說他們斷點 從一開始 柯文哲知道 金華城開始被搜索了以後 他回來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帳目只有李文中看過 什麼人都沒看過 只有他知道 這就是斷點1了 斷點2 為什麼在破解 破解柯文哲的line裡面 有叫橘子 說到黨部去拿400萬 等等的相關問題 這某部分也已經在做斷點2了 第三個斷點 中公跟鼎月出來講說 他們是所謂的善意的第三者 他們也無辜 但前提你要記得 你已經標了370幾億 然後過了兩年 才去過戶 這個東西也是審慶金公司 中公跟鼎月在做 做所謂的一個斷點 所以整個零零種種 加起來的斷點 1 2 3 看起來他們這件事情 是計畫非常深 只是不知道 我們所有媒體討論 所有的資料出來 我們大家及時廣義 想的 找的 做的 跟這個方向完完全全 跟他們斷點完全搭不上 但問題是我們解釋出來的 比斷點更多更嚴重的問題 再來講回到建設公司 我只能講 他在USB裡面 所有的 雖然我們傳出來幾個大咖 我們不講他的名字 有的比這個更大咖 所以你講的2 4 0 0 點 以上的也有 科技業來講2 4 0 0 點 以上也有 有這個消息 有這種東西的情況下 柯文哲走到哪裡 從第一屆2014 我們在幫他募款的時候 一桌一桌十個人 一個人十萬一張 就一桌 募款餐廳 一桌一百萬 一次半十多一千萬 沒有 我的男人也是做一趟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他算是蠻始終如一的 沒有 他的個性就是 是你要嫁夫 不是我跟你們拜託 他的態度永遠是這樣 所以他跟建設公司所謂 建設公司其實募款的金額 我們現在檯面上看到 找了十一二個人 我們先不管他是誰 那身價加一加可能快上兆的都有 可是這些建商會不會覺得自己感情被騙嗎 你那時候說你要藍白河 我才贊助你 現在都沒有 你也沒有還我錢 他從2014騙 騙到2024還在騙 所以他在吃飯的同時 我只能說 我們認識很多建商 這官員 官員每次要去拜訪一下 叫他來參加我們什麼東西都不來 建商很多是集中在臺北市 是 沒錯 但臺北市的建造什麼大建案 其實很多都會直接找他拜託什麼案子 所以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我只能說選舉的部分 以建設公司講出來 檯面上知道這些還不算最大咖 他們算大咖 但真正捐他更多的人更多 更多 但柯文哲一樣是你來拜託要認識我 不是我叫你管我 所以說他在選舉當中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人家答應給他的 他要想辦法你會給我 但違反政治建進法對他來講沒有關係 你就算要給民眾黨的我收起來 又怎麼樣 那只能說大家現在在抓的是 金華城跟柯文哲的對價 所以1500很明確的證實了 那代表是他之前已經做完後面再收 至於210萬 我個人認為那個是要求 我拗你審訊金 我的扣打幫我繳一下吧 所以朱雅虎才會說 神董很小氣 七個人三十萬搞定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只能說柯文哲 後面可能口味 胃口比較大一點 對 所以他已經被 他因為10B如果證實這些被交去的建設 那個數字基本上都吻合了 他的胃刀他不會去吃 他不知道 胃刀他兩百三 他不會去吃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一整排幾乎都是對的 那另外一整排 比如說科技大了 如果另外一整排 那也一定是對的 就是說你這組的 如果收集都接近 都沒有問題 而且確定是1的 那另外那一組的 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剛剛你提到李文宗對不對 這些錢未必經過李文宗 他拐拐自己拐回去 李文宗怎麼知道 橘子應該知道 所以他有一些 譬如說我現在我沒有管理 學選議員 我也沒有管理政黨 因為這個泰哥 我可以管一個慈善基金會嗎 有 我們有一個台灣眾望 這名字都聽 這算是慈善事業 不然你開眾望的給我 所以你的受理單位有很多 柯文哲什麼都有是不是 自庫也有 基金會也有 自搖公司 他收回來後 如果要開這種的 變成說就要經過李文宗 他就是要基金會 你就要經過李文宗 可是有可能 阿嬤或柯文哲自己 拿著拐拐回去家裡 那又不知道 那你就很難講 那你就完全不知道 說多少錢 所以也不能 全部都講起李文宗 因為李文宗知道了 搞不好也只有 一部分而已 那我怎麼知道那個金流 萬一拿現金的話 我這樣查也查不到 對不對 所以你記得 他上次柯文哲有問你句話 我在基金會 我在協會 我在什麼 我還有多少錢可以用 因為那些錢 收一次後 拿去這三個檔位 柯文哲也不知道 他撞多少這支 所以他才問說 這裡有多少錢 我可以用 因為他可能有 跟一間回去處理 另外這裡到底是多少 我可以可以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沒有 川哥 他收回去的他不用 但是人家要收去的 你到基金會去好 我才要去問 基金會 我還有多少錢可以用 所以他自己收回去的 永遠都不用 佩琪姐一直分次存 存不完 那最後面他想要用錢 我募可公司還有多少 我縱望還有多少 我支付有 那是他可以支配用的 支配用的 剩下的大家不能動的意 我支配猜我 輯姓 姑姑子 谢谢观看